2015年5月25号 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的行驶技术人员 进入了一个普通的车库 这车库里边呢 存放着两张木板床 这计真人员呢 就对这两张木板床展开仔细的侦查 目前呢 他们只能在这两张床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这两张床是一起命案现场唯一保存下来的东西 整个案件的第一现场啊 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 那么能不能在这两张床上找到一些证据 这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不过对于当时勘察现场的技术员来说呀 也是很有压力的 反复勘察了好几遍 警方并没有找到可疑的痕迹 物证指纹包括其他的什么痕迹都没发现 普通的勘察手段已经没有效果了 警方呢 也只能啊 是用出最后的法宝了蓝星试剂 在漆黑的环境之下 把这种试剂喷洒在物证表面 如果说有残留的血迹 哪怕是肉眼看不到的微量血迹都会跟这个试剂发生荧光反应 就会发出来蓝色的光 这个相信啊 经常看法医题材的听友一定不会陌生 如果这两张床上有类似的蓝光出现 那么这起命案背后的秘密将被警方揭开 到底是怎样的一起命案呢 咱们再往回倒几天 5月19号早上 在苏州阳城湖畔 附近工地啊 有一个萧师傅 来到七家金河旁边散步去 突然呢 发现岸边啊 就躺着一个女尸 这可把萧师傅吓了一跳 赶紧就报了警了 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公安分局的民警 立刻赶到了现场进入调查 警方到了现场就感觉 这个地方肯定不是第一现场 尸体身上啊 有比较多的伤口 这些伤口不可能全是本人造成的 所以警方推断 死者应该是被人加害之后 抛尸在水里 这具尸体呢 已经形成全身的尸辣了 面目全非 毫无辨认条件了 尸辣一般是在水底下 那些潮湿不通风的环境里边形成的 给大伙做点科学普及啊 尸辣就是指人死之后啊 在这种环境之下 尸体里他不是有脂肪吗 就肥肉啊 脂肪组织因为造化或者氢化之后 形成的有点发黄又有点发白的 跟辣似的那样的物质 这就会让尸体看上去啊 油腻腻的 并且这湿辣还真跟辣差不多 也是能够燃烧的 剩下的您各位就去脑补去吧 实在是好奇的 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 湿辣尸体的照片啊 咱们再说回这具尸体 因为身上形成湿辣了 所以推断这具尸体被发现之前 应该一直沉在水底 通过微生物的作用之后啊 尸体呢 它这个体腔里边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如果气体产生的多了之后 随着整个密度的降低 这尸体逐步的就飘到水面上来了 所以一个是通过湿辣 再一个呢 是通过这个微生物产生气体的情况 法医就推断 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半年左右 被害人的尸体就在水里浸泡了半年左右 距离这个现场不远的地方 就是一条繁忙的国道 以及护宁高速 旁边呢 又有几个在建的工地 人来车往的 情况啊非常的复杂 这让警方也感觉头疼 发现尸体了 那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得寻找尸员确定尸体是谁 你这个事情做不完 后面呢 你就没法侦破了 所以这起案子难就难在这儿了 警方在处理这类抛尸案的时候 是非常头疼的 因为你抛尸现场没有什么痕迹可查 这起案子也是近些年来苏州警方遇到的难度最大的案件之一 案发之后啊 每一次重要的案情分析会 苏州市的领导 公安局的领导们都没有缺席过 咱们再来说 发现尸体的这条河 宽呢 差不多是25米 深呢 差不多是2米 这被害人到底是在发现尸体现场附近被抛尸的 还是在别的地方被抛尸 顺流而下 飘到现场的 现在也没法确定 对此警方内部也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 如果是附近抛尸的话 警方走访周围获取的信息可能会更多一些 如果是别的地方抛尸 尸体顺着流过来的 那么你能够得到的信息就会少 换句话来说 警方需要走访的范围就要更大 为了更进一步判断尸体的来源 警方一看啊 我们这玩儿 他也没法推断出来了 于是邀请水文专家 对河流的流速进行了勘测 这条河呀 平时没有流速 就是他不流 只有到汛期的时候 才会有比较大的流速 苏州市当地的汛期 一般是五月到九月 而对尸体进行检验之后表明 作案时间应该是半年左右 也就是说不在汛期内 因此尸体从别的地方飘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现场附近抛尸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确认被害人的身份 可是警方对此啊 一筹莫展 因为这个尸体 它就是光秃秃的一个尸体 没有任何的衣服 没有任何的包装物 没有任何的随身物品 不能确定谁被害 那么究竟是谁加害的 谁是凶手 那这就更无从谈起了呀 所以首先得找师员 苏州市公安局水警支队也来到现场了 利用水下探测仪 在尸体附近的河中进行搜索打捞 可是第一轮搜索之后啊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 随后呢 在对被害人再次进行检验的时候 法医在被害人的体内 发现了一个并不常见的东西 这既算是身外之物 也算是身内之物 怎么呢 一个绝育环在身体里面 办案民警啊 向计划生育方面的专家 有多次请教 希望能够通过绝育环 来了解到被害人的更多信息 可这个绝育环呢 是属于国家免费提供的 这绝育环一般来说 大家可能都见过那个样子啊 材料也好啊 构造也好啊 相对来说 这一个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廉价的 一般是用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 大家都知道苏州这是尖顶尖的发达地区啊 政府免费提供的都比这个好 所以呢 苏州本地啊 用的非常非常少 这种绝育环呢 产自山东青岛 在其他的多个地区啊 广泛使用 可是这上面没有编号 很难追查他的来源 但是这位专家 还是给警方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 那么警方根据这些情况 基本上就能考虑死者是外来人口到苏州来打工的 苏州的外来人口就有几百万人呢 如果没有更有力的痕迹物证 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 那就像是大海捞针呢 案发后第二天呢 苏州市公安局水警支队对现场河流的打捞工作一直也没有停止 随着打捞范围一步步的扩大 终于民警从水底打捞上来一个黑色的女包 而让现场民警兴奋的是 这包里呢 装着一个砖头 这就显得很可疑了呀 换句话来说 扔这个包的人是不希望任何人才发现这个包了 也就是说要掩盖什么 要消灭什么 除了砖头 这个女士黑包里呢 还有手机 女士化妆品等物品 这个黑包离被害人的尸体 仅仅只有十几二十米 这么近的距离 也就让民警产生联想了 会不会这个包 就是这妇女生前使用过的包呢 是什么人把这个包扔到了河里呢 把这个包扔到河里的 会不会是杀人凶手 虽然已经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手机里的电话卡呀 还是可以使用的 通过电信运营公司 警方了解到这手机的机主啊 叫张力 也是一个女人 年龄啊 身高啊 都跟尸体很相仿 那么被害的人是不是张力呢 警方这一查 也算是大吃一惊 为什么呀 这张力啊 此时此刻还在苏州工业园区 好好的生活着呢 而张力对警方的来访 也感觉莫名其妙 当话题转到这个黑包的时候 张力表现得很震惊 他说呀 这包啊 是我三个月以前丢的 没想到还能找回来 我丈夫当时都觉得 要是这包找着了 就真是见了鬼了 警方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他怎么会说什么见鬼不见鬼的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他丈夫和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经过仔细询问 张力夫妇原原本本的 讲述了这个黑包的来龙去脉 原来三个月前的一天 张力和丈夫骑着车去上班 刚离开小区一两分钟 发现包就不见了 沿路往回走 也没发现包的踪迹 张力夫妇告诉警方说 当时附近也没什么人 只有楼上的一个邻居 他们怀疑这个包啊 是让这邻居给捡走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证据 这民警也不能光听他们怎么说呀 是吧 你还得继续侦破你自己的呀 还得接着做工作呀 警方呢 就顺着这茬找到了这名邻居 这个邻居啊 也感觉很震惊 就认为自己当时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怎么把警察给招上来了呢 很快啊 也承认说这背包是我捡走了 拿走里面的现金之后 把包就扔到了河里 他呢 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那么 杀害这被害人的凶手 是不是这个邻居呢 上期节目咱们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那么当时讲了张力这包的邻居 是不是就是杀害被害人的凶手呢 哎呦 我就接着查吧 查来查去 的确不是人这邻居 这邻居呢 后来啊 也对张力夫妇俩进行了赔偿 这就是后话了 咱们就不说了 黑包的情况弄清楚之后 这张力夫妇以及那邻居 与这个案子的关系都被排除了 事已至此 被害人的身份还是没确定 凶手也还是没找着 案发之后啊 警方提取了被害人的DNA信息 并且把DNA信息呢 输入了数据库来进行比对 也没有结果 警方反复梳理了半年以来的人口失踪信息 2015年1月1号 一条报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015年元旦来自安徽的胡志强到苏州报案 说妻子于洪霞14年10月来苏州打工 一个多月之后联系不上了 被害人的年龄啊 包括生过孩子这个事情 然后失踪的时间 说大概半年 这些情况还是比较符合的 而且胡志强呢 还说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2014年11月18号之后 他妻子于洪霞的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后来妻子啊 还发了一条奇怪的短信 跟胡志强说 电话坏了 修好之后再联系 你坏了 你怎么能发短信呢 此后胡志强 多次拨打妻子电话 都无人接听 一直得不到回应 所以胡志强就感觉 别出事吧 尽管当时警方展开了调查 但也没能找到于洪霞的去向 而且当时啊 只采集了胡志强的DNA信息 没办法通过DNA比对 确定被害人是不是于洪霞 于是警方呢 立刻赶到于洪霞的家乡江西省 采集到了于洪霞父母的DNA 最后确认被害人 就是于洪霞 大费周折 终于是把死者的身份给确定了 这就是重要的突破呀 这于洪霞呢 生前在苏州一家电子厂上班 为人老实本分 跟同事相处啊 也都很融洽 没什么矛盾关系 交际呢 也不复杂 人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啊 上班下班的 也没有其他人们说娱乐活动什么的 没有 去年11月中旬 于洪霞因为对这公司不满意 从这家电子厂就辞职了 并且在另一家电子厂 也找到了工作 可反常的是 于洪霞并没有去新单位报到 正常的招聘流程不都是先是什么比试面试啊 过了之后 那就是准备入职体检 再接下来就上班去嘛 他之前那些流程都走过了 那就证明那时候他还安然无恙呢 可是报到的时候没去 证明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遇害的 于洪霞呢 社会活动非常简单 除了上班 就是在工业园区的出租屋里休息 于是他生前居住的出租屋 就成为了警方调查的重点 警方怀疑啊 这个出租屋是案发第一现场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找到了这间出租屋之后 民警就发现房东已经在2014年11月22号 把房屋收回了 对房子进行了重新装修之后 自己就去住了 对于租客的情况 房东表示并不了解 原来呢 他当时啊 是把房子全套啊 就出租给二房东了 这二房东呢 是专门从事房屋租赁业务的 二房东把这房子分割成了好多个房间 对外出租 现在在各个城市里面 这种情况非常多 是吧 民警呢 就又找到了这个二房东 在警方仔细询问之下 二房东对房屋的结构 居住人员进行了还原 这个房子原本是三居室的 被改造成了六个房间 南北相对着各三个房间 一共啊住着十多个人 于洪霞呢 单独住在北侧中间的二号房间 这二房东说呀 按照房东的要求 他2014年11月初 就通知所有的租客准备退房 11月22号当天 他去收房的时候 于洪霞的房间已经空出来了 里面没有任何的个人物品 他就觉得呀 于洪霞应该是自己已经搬走了 现在房东已经对房间重新进行了装修 于洪霞当时住的二号房间 现在已经成为了餐厅了 所有的痕迹荡然无存 墙啊也粉刷过 地板呢之前是水泥地板 现在呢也都铺上瓷砖了 于洪霞住的这出租屋 很可能是第一现场 但因为房子重新装修过了 格局也都改变了 发现不了什么痕迹 除了格局发生变化之外 房间里的所有家具 也都全换了 这让侦察员们更头疼了 得亏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好点的家具啊 都让二房东带走了 然后那种破烂兮兮的就都给扔了 那么警方就想 当时于洪霞房间里面的家具 有没有可能让二房东保存下来了呢 这些家具的去向 他们必须一一落实清楚 经过仔细的回忆 二房东想起来 说收回房子之后啊 大部分的家具都被当作废品卖了 只剩下两张床 放在一个车库里 二房东也不能确认这两张床 是不是于洪霞用过的 更不能确定这上面 是不是有这种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刑事技术人员 这心里边也忐忑不安啊 到了这车库之后 发现其中一张床表面 包裹着一层红布 还有大量的灰尘 这就更加大了警方的侦察难度 警方啊 第一眼一看到那个红颜色的床之后 就感觉真是脑子疼 因为你血也是红的呀 这床它也是红的呀 你很难用肉眼去发现呢 这才有了刑事技术人员 动用蓝星试剂 可是第一张床喷洒完之后 并没有出现荧光反应 哎呀 能不能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这第二张床 可是最后的希望了 刑事技术人员 仔细的把试剂喷洒在床的表面 几秒钟之后 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像星星一样的蓝色光斑 就出现在了警方的眼前 一处两处三处是越来越多 虽然警方当时不能肯定 这是不是受害人的血迹 但是至少可以确定 这床里边有血迹存在 经过DNA鉴定 其中三处血迹 包含有被害人 余洪霞的DNA信息 而另外两处血迹 是一个男人的 这个男的究竟是谁 他的血迹 为什么会跟被害人的血迹 出现在同一张床上呢 案情到这儿 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警方确定 余洪霞所居住的出租屋 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床上的另外两处血迹 应该就是凶手所留下的 那么和余洪霞接触最频繁的 应该就是和他合租的这些人 所以接下来啊 就要重点排查 当时住在这房子里的 所有租户 在对所有租户进行排查的时候 一个叫高小龙的男人 进入到了警方视野之中 这高小龙住在余洪霞隔壁的 三号房间 案发之后就去向不明了 这高小龙呢 喜欢玩网络游戏 并且是典型的好吃懒做那型的 经济上啊 也比较拮据 像他的朋友 像他的前室友 像他的前女友 反正认识的人吧 就不停的借钱 三百五百也得借 平时哪怕三十五十 那也得借 不借钱连饭都吃不上 高小龙原来交过一个女朋友 当然已经分手了 人哪个女孩子也受不了 跟这样的男孩在一块啊 这前女友呢 也在苏州 这个女孩子呀 就向警方讲述了几件可疑的事情 说二零一四年年底 发现高小龙手上有伤 但是没有处理 这个伤口特别深 那么正常情况之下 如果说是什么打架呀 或者你是干活弄伤了呀 你得去包扎一下吧 你得处理一下吧 那为什么高小龙没有处理呢 这是一个疑点 此外2015年1月份 高小龙还给他的前女友一张公交卡 这张公交卡明显不是新的 有人用过 虽然公交卡不是实名制 但是啊 通过公交公司 还是能够查询到 这张卡的刷卡地点 主要分布在于洪侠工作的电子厂 和居住的出租屋附近 那这也太巧合了吧 跟于洪侠平时上下班的轨迹 也太符合了呀 这个也就上升了高小龙的作案嫌疑 这张卡 很可能是于洪侠生前使用的 而这张公交卡 为什么会落入高小龙手里 高小龙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 这是有过前科的 2009年因为抢劫罪 被判入狱三年 2012年刑满释放 因为他是有前科的 所以在DNA数据库里 有他的DNA信息 通过DNA比对 发现床上的男性血迹的DNA 跟数据库里高小龙的DNA 完全吻合 2015年5月30号上午10点半左右 警方在苏州市吴中区的一间出租屋里 把高小龙直接抓获 就在这个出租屋里啊 警方还搜到了被害人于洪侠的银行卡 存折身份证 以及生前使用过的被褥等物品 高小龙为什么要杀害于洪侠呢 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据高小龙交代 他们俩人也没什么别的矛盾 当天仅仅是因为音乐声太大了 发生了争吵 按照高小龙的说法 俩人的争吵一步步升级 最后导致了这场悲剧 高小龙啊 后来越吵越生气 拿出来把刀 就准备吓唬吓唬于洪侠 高小龙说于洪侠 一直在骂他的家人 高小龙就最烦别人骂他家人了 但是呢 于洪侠还不停的骂 当时一生气 就砍了于洪侠一刀 当然这只是高小龙的一面之词 事情的细节 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高小龙都是用异常残忍的手段 杀害了被害人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至少能反映出两个情况 第一 高小龙的确实施了 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 有这个犯罪事实存在 第二 高小龙确实占有了被害人的财物 咱们再来说于洪侠的丈夫胡志强 从跟妻子失去联系之后啊 寝食难安 一直等着妻子回到家里 胡志强当时就是在想 哎呦 媳妇是不是被骗了呀 是不是被拐了呀 是不是进传销了呀 可没想到自己的妻子已经遇害了 最终高小龙也因为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2007年夏天 美国上映了一部恐怖片 叫幻影兄坚1408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恐怖小说作家 为了寻找灵感 住进了一家曾经发生过多起凶案的闹鬼的酒店里 这个酒店叫做海豚酒店 其中的1408号房间发生过很多起离奇死亡事件 并以此闻名 这名作家他本来不信鬼神 但是住进来之后 他却经历了一件一件的离奇可怕的超自然事件 最终没能逃出来 当然了 这种闹鬼的事情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 不过现实生活中发生在酒店当中的离奇案件 却比电影里要多得多 也要离奇得多 就比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奇怪的案件 1935年夏天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 一位名叫卢比的女士接连收到了几封来信 其实那几天当中 卢比女士心情很糟糕 因为她的儿子叫阿特姆斯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而且她也不知道阿特姆斯到底去了哪里 卢比女士心不在焉的打开信件 看到其中的内容 她终于高兴了 因为这些信都是儿子寄来的 其中一封信里说 她去了芝加哥的一所商学院读书 暂时不会回来了 而另一封信里又说 自己从纽约去了欧洲旅行 让母亲不要担心 起初看到这些信 卢比女士的内心很激动很高兴 因为终于有了儿子的消息 但是随着读信 她忽然发现 虽然每封信的署名都是阿特姆斯 都是儿子的名字 但问题在于 她的儿子压根就不会使用打字机 不会打字 但这几封信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除此之外 卢比女士还发现 信里的语气和一些常用的俗语 也不是儿子的语言习惯 并且在逻辑上有很大的问题 这让卢比女士从心里感到很疑惑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自称叫乔丹的男人 给卢比女士打来了电话 这个乔丹说 自己是卢比女士的儿子 阿特姆斯的朋友 并且表示 阿特姆斯之前救了自己的命 他非常非常感激 乔丹还说 阿特姆斯以后 不能用打字机来写信了 因为他在一场战斗中 失去了他的拇指 他现在人在开罗 和一个富有的埃及女子结了婚 一切都非常好 希望他不要担心 说完这几句 这乔丹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那么对这通电话 卢比女士抱有很强烈的怀疑 因为信里明明说 儿子是去了芝加哥上学 怎么一转眼又到了埃及呢 而且听起来 好像还参军打仗了 拇指都没了 那思考再三之后 卢比女士选择向警方求助 但是警方一连查了好几天 毕竟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线索 所以警方这也没有查到什么结果 此时的卢比女士根本不会知道 其实她的儿子正在另一座城市当中 经历着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 堪萨斯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座现代大都市 在20世纪30年代 堪萨斯经济繁荣 人口众多 这里每天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 1935年1月2号中午1点20 一位身穿黑色大衣的年轻小伙 走进了堪萨斯的总统大酒店 这是一家比较大型 比较高档的酒店了 拥有450间套房 整体规划很让人舒适 而且房间的价格都不算贵 性价比非常高 因此这里住满了房客 这个小伙静止走向了服务台 说要一间不邻街的房间 服务员微笑着帮他办理入住手续 而出于职业习惯 服务员也抬起头大致观察这位客人 发现这个人的衣着和样貌很有特点 这小伙看起来大概是20岁左右 长得非常帅气 但是看起来有些疲惫 他有一头棕色头发 在一身黑色大衣的加持下 显得英气逼人 不过他的头部左侧有一块伤疤 而且这个小伙子似乎是在有意的遮挡伤疤 他的耳朵好像也不是很完整 可能是天生如此 或者是受过伤 但毫无疑问 这样的缺陷给他的颜值拉了不少分 随后服务员让他在酒店的登记簿上登记了自己的名字 服务员发现上面写的名字是罗兰德欧文 美国洛杉矶人 来这里的目的是旅游 在登记完之后 酒店派了一位服务员指引他来到房间 房间号是10楼的1046 在去房间的途中 这位罗兰德还时不时的向服务员抱怨 说之前他原本打算住在附近的另一家酒店 但是那家酒店价格太贵了 住一晚上需要5美元 自己身上钱不多 所以就来到了总统大酒店 这里很划算 每天晚上只需要2美元 服务员一边微笑着听他说话 一边上下打量着罗兰德 很快服务员就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位罗兰德说是来旅游 但是他一件行李都没有带 连背包都没有 这个情况确实很奇怪 他明明说自己是来旅游的 可是旅游为什么没有行李呢 虽然很好奇 但是出于礼貌 服务员没有问 来到了位于10楼的1046房间之后 罗兰德大致检查了一下房间环境 表示对房间很满意 接着他就来到了卫生间 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洗漱用品 包括一把梳子 一只牙刷 一管牙膏和一个手帕 把他们全都摆放在了洗手池旁边 随后服务员就把房门钥匙交给罗兰德 准备离开 不过此时 在把随身物品放好之后 罗兰德似乎也打算出门 于是他顺手关上门和服务员一起离开了房间 离开之前 他还不忘了从外面锁上了房门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一句 这家酒店的房门很有意思 它既可以从里面反锁 也可以从外面反锁 但是如果从外面反锁 里面的人就出不来了 那当时这两个人一起下楼 下楼之后 罗兰德就离开了酒店 之后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他又回到了酒店里 此时是下午两点多 到了酒店打扫卫生的时间 负责清扫十楼卫生的服务员叫做玛丽 他不仅负责楼道的卫生 还要清扫各个房间里的垃圾 于是这个玛丽一间一间的清扫 很快就来到了罗兰德的1046房间 他本来打算敲门 但是发现房门没有关 只是虚掩着 于是玛丽也没有多想 就直接推开了1046的房门 进门之后 他发现房间里面一片漆黑 窗帘拉得很严实 阳光全都被挡在了外面 只有房间角落里 有一盏小台灯 发着微弱的光 玛丽走了两步一抬头 猛然发现黑暗中 好像有一个人影 原来是坐在床边的罗兰德 虽然被吓了一跳 但是出于职业素养 玛丽还是赶紧道了歉 不过听到声响的 罗兰德并没有责备他 还是允许他打扫了房间 这期间 罗兰德还主动和玛丽聊天 同时又再次抱怨 说附近的酒店价格昂贵 幸好自己来了这里 虽然玛丽感觉 这个罗兰德有点奇怪 但是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在打扫完房间之后 就匆匆离开了 不过在准备关上房门的时候 罗兰德突然说 别关门 我再等一位朋友 于是玛丽乖乖的 把房门虚掩上 继续工作去了 很快 过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下午四点 玛丽又来了 这次 她是来换毛巾的 当她再次来到 1046房间门口的时候 发现房门已经关上了 于是玛丽敲了敲门 说自己是来送毛巾的 但是屋子里 没有人回应 当她准备 第二次敲门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打开了 玛丽只好抱着毛巾进了屋子 发现房间里面依然非常黑暗 没有开灯 透过角落里的台灯的微弱的光 玛丽看见 罗兰德穿着整齐 躺在床上 但是面部表情显得忧心忡忡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天花板 看起来像是有什么心事 于是玛丽赶紧换完了毛巾 离开了房间 以免打扰罗兰德 不过就在玛丽离开的时候 借着门外走廊里的灯光 他看到屋子里的桌子上 有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着几个字 糖 我会在15分钟后回来 等我 这个糖 也许就是罗兰德的朋友的名字 扫了一眼字条 玛丽就匆匆的离开了房间 关上了门 那么至此 这个故事当中就出现了第二个人物 这个人就是这个字条上所写的糖 这个糖 看起来应该就是这罗兰德在等待的朋友 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糖在之后还会出现 第二天 1月3号上午10点半 玛丽和往常一样开始打扫客房 当他扫到1046房间的时候 发现房门从外面锁上了 他猜想此时屋里应该没人 于是就拿出备用钥匙 打开了房门 但当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玛丽再次被吓了一跳 房间里面依然是黑暗无比 罗兰德一个人呆呆的坐在电话旁边 一动不动 看到这个场景玛丽吓了一跳 他也没敢说话 就只是低头干活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罗兰德接起电话 听了一会儿 回答说 哦不不不 糖 我不吃了 我不饿 我刚吃了早餐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明显 这通电话是那个糖 打给罗兰德的 打扫完 玛丽退出了房间 再之后 又到了下午四点 又到了换毛巾的时间 玛丽再次带着干净的毛巾 来到了1046的门外 不过这次还没敲门 她就听到屋子里有人在对话 但是听不清在说什么 现在确信了屋子里有人 玛丽敲了敲门 随后就听到一个男人问她是谁 玛丽说自己来送毛巾 对方表示不需要换毛巾 于是玛丽就离开了 在之后的半天时间里 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 也就是1月4号的早晨 1046房间又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这天早晨 酒店前台的电话接线员突然发现 1046房间的电话听筒 长时间没有挂上 因为前台这里能看到 1046房间的电话的灯 一直在异常的闪烁 而且前台的机器显示 1046的电话并没有在通话中 这说明应该是房客在用电话的时候 没有挂好 于是前台就派了一名服务员 上10楼去查看 很快服务员来到了1046的门口 他看到门把手上挂了一块 请勿打扰的牌子 但他还是敲了敲门 然后他就听到 有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进来吧 开门 于是服务员就拉了一下门把手 却发现房门被人从外面锁住了 这个情况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这客人明明在里面 这房门却从外面被锁上了 是谁锁的呢 里面的人知不知道呢 于是他又连续敲了好几次门 但发现里面一直没怎么回应 心想这个人肯定是喝醉了 或者还没睡醒 于是服务员就隔着房门大喊了一声 请把电话挂上 然后他就离开了 但是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酒店前台的接线员发现 1046房间的电话还是异常状态 还是没有挂上 于是又派了第二个服务员 带着备用钥匙上去查看 这次服务员敲了敲门 还是没有人开门 于是他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开门之后 屋子里面仍然是一片漆黑 借着走廊的灯 服务员看到罗兰德没有穿衣服 躺在床上 像是睡着了 再看旁边的电话 果然是没有挂好 于是服务员就悄悄的把电话挂好 离开了房间 但诡异的是 到了上午10点多 1046房间的电话又出现了异常 这一次服务员有点生气了 他认为这是罗兰德在搞恶作剧 于是就怒气冲冲的来到房间外 也没敲门 直接就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里面依然是一片黑暗 他也不管了 直接把灯就打开了 但是当灯打开之后 眼前的画面让他惊恐不已 在房间的墙上 床上 浴室里 到处都是血迹 罗兰德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的身上 也全都是血 服务员被吓得立马跑下楼 报了警 很快 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罗兰德的手脚都被绳子捆住 头部和身上 有大量瘀青和伤口 脖子上也有被勒的痕迹 胸部左侧 有几处比较深的刀伤 他的头骨 也因为遭受打击而出现了颅骨骨折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罗兰德还没有死 他的命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力气回答警方的问话 但是当警方问他 是谁攻击他是谁在伤害他的时候 罗兰德却回答说没有人伤害他 是他自己在浴室里不小心滑倒了 所以撞成了这个样子 很显然 罗兰德说的不是实话 如果真的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那怎么会弄得地上墙上全都是血迹呢 那么罗兰德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又是谁让他变成了如此模样呢 我们在最开头提到的 卢比女士的儿子 他跟这起案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上节咱们说到 1935年1月2号 美国堪萨斯的总统大酒店 住进了一名奇怪的房客 他的名字叫罗兰德欧文 罗兰德的屋里总是拉着窗帘 一片漆黑 只开着一盏昏暗的小台灯 他似乎经常打电话 但每次打完电话总会忘记挂断 服务员不得不经常来提醒 更奇怪的是 在住进酒店的第三天 当服务员打开房门之后 发现罗兰德浑身是血 已经奄奄一息 服务员吓了一跳 赶紧报了警 赶到现场的警方 立即把他送到医院 在路上 警方依然不断的询问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罗兰德没有明确回答 只是不断的说 是自己在浴室里跌倒了 所以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他显然没有说实话 先不说别的 他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他是如何自己绑自己呢 除非他有三头六臂 不然这应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他身上有几处刀伤 颈部也有明显的勒痕 显然 罗兰德不可能用刀自己捅自己 而且屋子里面也没有发现刀 所以警方初步猜测 应该是另有他人 袭击了罗兰德 但问题在于 如果是有人伤害了他 那么罗兰德 为什么不愿意告诉警方呢 这些疑问 或许只能等罗兰德 脱离生命危险之后 才能得知了 那警方现在能做的 就是对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 而在勘查过后 警方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 这间客房被整理的非常干净 或者说被整理的非常工整 这跟服务员玛丽 之前来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 所看到的 是不太一样的 在玛丽的印象里 基本每次他来打扫卫生 都会看到房间里乱七八糟 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 整间屋子又黑又乱 他要打扫很长时间 但是案发现场 很明显 在案发之前 被人特意整理过 窗帘也被拉开了一小部分 另外 玛丽还发现 罗兰德的黑色大衣已经不见了 酒店提供的肥皂 洗发水和毛巾 也都不见了 而罗兰德自己随身携带的 牙刷牙膏等物品 也都不见了 除此之外 警方在桌子下面 还发现了一支 没有点燃的香烟 和一小瓶 没有打开的硫酸 在床头 还放着两个用过的水杯 最重要的是 在水杯上 警方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通过比对发现 这枚指纹 不属于罗兰德 也不属于 玛丽等服务员 那么这枚指纹 就有可能属于 罗兰德 在等待的 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 也就是我们之前 提到两次的唐 而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朋友 这个唐 也许 就是凶手 或者至少 他跟这起案子 是有一些关系的 同时 法医对屋子里的血迹 进行了检测 计算出这些血迹 应该出现在 七个小时之前 由此推算 案发的时间 罗兰德遇害的时间 大概是在凌晨 三点到四点之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其实会产生一些疑问 因为当天早晨 服务员曾经 用钥匙打开房门 进到房间 挂断了电话 当时服务员看到 罗兰德 是躺在床上的 但因为太过黑暗 服务员并没有看到 墙壁和地板上 是否有血迹 也许在那个时候 血迹就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 因为房间内 非常的黑暗 所以服务员 他没有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三到四点的遇害时间 是可以说得通的 因为法医做出推算的依据 就是在地上和墙上 发现的血液的凝固程度 以此倒推 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凌晨的三到四点 那么现场的情况 到这也就掌握的差不多了 于是警方又来到医院 此时警方的态度 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 他们认为这起案件并不复杂 只要受害者罗兰德能够清醒过来 把他知道的跟警方一说 那这起案子就水落石出了 但是当警方来到医院之后 坏消息却传来了 医生表示 罗兰德伤势太重 他的左肺被刺穿 再加上被发现的时间太晚 因此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罗兰德死了 对警方来说是当头一棒 倒嘴的鸭子飞了 换谁谁不难受啊 他们只能换个办法 尝试去寻找罗兰德的家人 或许从他的家人那里 能够得到一些线索 可是警方在人口登记系统上查了半天 却没有找到罗兰德欧文这个名字 这种情况往往有两种可能 可能这根本就是一个假名字 这个人的身上另有隐情 也可能这个人 他压根没有进行过身份登记 可能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员 也可能是异地人士 从国外来的没有本地登记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 前者的可能性 假名字的可能性 往往会更大一些 那么所以说案子发展到这儿 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 警方现在不仅不知道凶手是谁 就连被害者是谁都不知道了 那此时 警方只能把调查方向再次转回到案发现场 第二次勘查 这次 警方又在房间的电话上找到了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经过比对 跟水杯上的指纹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人的 那么这枚指纹的主人 他是谁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有可能是罗兰德的朋友 也就是他在等的那个叫唐的人 毫无疑问 这个唐 他肯定是知道一些什么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凶手 于是接下来 警方尝试把调查重点放到人的身上 并且开始对酒店的所有人展开调查 包括这几天来酒店住宿的客人 而这次调查 果然就发现了蹊跷之处 从旅客登记簿上 警方发现 在罗兰德入住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这天晚上六点钟 隔壁的1048号房间 竟然也入住了 一个叫罗兰德的人 这个人跟死者的名字一模一样 难道这只是单纯的巧合吗 于是警方敲开了隔壁1048的房门 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女士 这位女士说 自己的名字叫秦罗兰德欧文 不是叫罗兰德欧文 而且他也不认识隔壁的罗兰德 之所以住进这家酒店 是因为案发前一天 他和男朋友来到堪萨斯市区购物 因为太晚了 回不了家了 所以就在这个酒店里住下了 不过 这位女士表示 在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她曾经听到隔壁房间 有一男一女在大喊大叫 惊起来像是在吵架 但是因为声音很大 而且环境非常嘈杂 所以他不能确定隔壁房间里 到底是两个人还是更多人 而且他只能确定这个声音 是从同一楼层的某个房间里传出来的 不能确定是不是隔壁的1046 可能是另一个隔壁 可能是1044 也可能是对门的某个房间 那警方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非常高兴 认为这个声音 极有可能是1046 这个死者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但是在后续的调查当中 警方却发现 其实当天晚上的声音 是对面的1055号房间传出来的 那个房间里有几个年轻人 当天晚上举行了一个聚会 玩嗨了 声音太大 所以让人误以为里边是发生什么事了 是吵架了 那么至此 竹篮打水一场空 警方非常失望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名服务员找到了警方 他提供了一条线索 这个服务员表示 1月4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凌晨 1点左右 有一个自称叫做凯瑟琳的年轻女子 来到了酒店 这个女人打扮得很时尚 穿了一身黑色的貂皮外套 他说1046号房间 有人在等他 于是服务员就把他送到了1046号房间门口 然后离开了 但是五分钟之后 当这个服务员再次经过十楼的时候 发现这个凯瑟琳啊 还是站在走廊里 他看见服务员来了 就抱怨说 说这个1046房间里面 根本就没人 那约自己的人呢 可能是在1044房间 服务员当时也没多想 随口答应了一下 他就离开了 但奇怪的是 半个小时以后 当服务员再次来到10楼 又看见了凯瑟琳 他依然站在楼道里边 不过这一次呢 他好像很失望 什么也没说 就跟着服务员一起下到了1楼 然后离开了酒店 不过之后又过了一个小时 凌晨3点左右 这个凯瑟琳带着一名男子 再次来到了酒店里 并且他们上到了酒楼 之后一直到了凌晨4点15分 凯瑟琳独自一人离开了酒店 又过了15分钟 4点半 那名男子也从楼上下来了 还对服务员说 他睡不着 要出去走走 然后也离开了酒店 但奇怪的是 后来服务员查了查 酒楼的入住信息 发现在那段时间当中 酒楼根本就没有人入住 这个男人 他压根就不是酒店的客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装作酒店的房客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凯瑟琳 他又是来干嘛的呢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还没有监控摄像 因此当天晚上九楼和十楼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俩人上到九楼之后 有没有又去十楼 这些是不可能有人知道了 这俩人到底是谁 跟这起案子有没有关系 警方后来确实尝试做了调查 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线索 也无从查起 所以说到这儿 这线索又断了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拿着罗兰德的照片 在附近展开了调查询问 毕竟罗兰德自称是来旅游的 也许周边的其他商户 曾经跟他有过交流 而这一问呢 果然就有了收获 而且更巧的是 提供线索的这家商户 就是罗兰德之前 跟服务员抱怨的 那家价格比较贵的酒店 当时这家酒店的服务员 一下子认出了罗兰德的照片 服务员表示 这罗兰德在这家酒店里也住过 但是他入住这里的时候 登记的名字并不是罗兰德 而是斯科特 难道说这个斯科特 才是罗兰德的真正名字吗 于是警方马上对斯科特这个名字 展开调查 但最终发现 这应该也是一个假名字 所以到现在为止 困扰着警方的疑问 又多了一个 这死者 他为什么一直使用假名字呢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几家酒店 轮换着居住呢 转眼间 两个月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三月份 春暖花开 在那个年代 尸体保存技术还没这么先进 死者的尸体一直在腐败 于是警方决定 找一块墓地 给罗兰德下葬 并且在报纸上 还专门发布了这条信息 如果有亲属看到 抓紧来认领 这条信息果然起了作用 就在葬礼前一天 殡仪馆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中要求 延迟罗兰德的葬礼 并且让殡仪馆把死者葬在堪萨斯的纪念公园 因为他想给死者一个体面的葬礼 并且他还表示 所有费用都由他来出 听到这通电话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赶紧问对方是谁 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但他没有回答 直接挂断了电话 于是殡仪馆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警方 警方分析认为 这个打电话的也许就是杀人凶手 即便不是 他肯定也知道一些内情 但是光靠着一通电话 显然无法查到他是谁 很快到了下葬的日子 当天殡仪馆果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里有来支付丧葬费的一点钞票 与此同时 附近的一家花店也接到了一通电话 和一封装有现金的信 电话中的男子要求 花店准备13枝玫瑰花送到罗兰德的葬礼上 还附着一张手写的卡片 上面写着 永远爱你 落款人叫路易斯 这两通电话和这束花很有意思 打电话的都是男性 而这路易斯显然也是一个男性的名字 至于理由 后面咱们会解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一个男的对另一个男的说永远爱你 还要求后葬包了所有的钱 那么这俩人应该是有点故事啊 鉴于这个人 他有可能会来到葬礼现场 而他又有可能是凶手 于是警方特意在葬礼上 安插了数名便衣警察 但是直到葬礼结束 他们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后来警方又对信件和电话的来源都做了调查 但可惜那个年代 技术落后 很难查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因此就这样 随着死者下葬 这起案子也就成为了一桩悬案 时间继续望后推移 一年多以后 来到1936年7月 堪萨斯警方接到了一通 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打来的电话 对方是一名女性 声称自己叫做卢比 这位就是在最开始 我们提到的那位卢比女士 卢比女士说 他看到了刊登在杂志上的相关案件报道 认出了照片中的死者罗兰德 就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儿子小时候经历过一次烧伤 在头上留下了一处伤疤 和死者罗兰德头上的伤疤是一样的 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 警方立刻来到博明翰 找到卢比女士 比对进一步的信息之后 最终确定这名死者 就是卢比女士的儿子 他的真名叫做阿特姆斯奥崔格 卢比女士表示 1934年阿特姆斯17岁 刚刚高中毕业 那年他决定外出旅行 在刚刚出去的时候 阿特姆斯经常给家里写信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信越来越少 直到1935年4月 大约一年以后 卢比女士突然收到了几封信 这几封信就是在最开始 咱们提到的那些情景 看到信之后 他发现信不像是儿子写的 并且随后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乔丹打来的电话 乔丹说他儿子在埃及 跟一个女子结了婚 让他不要担心 在了解了这名死者的身份之后 警方开始对阿特姆斯的相关情况 做调查 也的确发现了一些 可能对案件产生影响的问题 比如说 阿特姆斯性格孤僻 患有抑郁症 这一点 在某些对案件的猜测推理中 也得到了利用 稍后咱们也会注意介绍 那么这起案子 目前的状态 是已经被列为悬案了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 的确 这起案件的难点非常多 最难以解释的一点在于 阿特姆斯他为什么要包庇凶手 为什么坚持说是自己摔的 并且最终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 其实从这个难点出发 我们可以得出很多很多种推论结果 也许他是遭人胁迫 比如有人威胁他 如果你把凶手说出去 那么你的父母都会遭殃 这可能是他没有说实话的原因 那也许他是出于某些难以启齿的原因 这些原因让他不好意思 把自己受伤的实情告诉警方 告诉外人 甚至还有可能是邪教 或者还有可能是吸毒 吸了毒产生幻觉 自己捅自己自残 这也不是没可能 但结合案情前后来看的话 可能性比较大的应该是第二种 说这个死者他是出于某些难以启齿的原因 才没有向警方说明实情 其实这一点 我们结合阿特姆斯 他葬礼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那束花和那笔钱 我们可以猜测 也许这个可怜的男孩 他是一个同性恋 同时他又喜欢玩虐恋 俗称SM 其实这一点 从阿特姆斯的尸体情况上 是比较符合的 我们回想一下 阿特姆斯手脚被捆绑 身上有多处勒痕和刀伤 这样的特征 跟一些重度的SM爱好者 其实是相匹配的 有些人就喜欢别人虐待自己 拿鞭子抽自己 拿刀划自己 捆自己 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殊癖好 那么其实如果用这种说法的话 唯一的不好解释的就是阿特姆斯上半身 尤其是胸部的那几处比较深的刀伤 法医说有两到三处比较深的刀伤 这几处刀伤应该怎么解释 虽然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特殊癖好 比如我们很久之前在某期被下架的节目里 曾经介绍过被吃屁 就说这个人 他希望别人把自己吃掉 有这类特殊癖好的人 他们会希望别人把自己杀死 这可以解释那些比较致命的刀伤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 这毕竟是很小众很小众的心理障碍 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它发生的概率肯定是不高的 那么我们就换一种另外的解释 说有可能是因为阿特姆斯 他本身的抑郁症 中重度的抑郁症会有自杀或者自残的现象 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身上会有比较深的刀伤 而阿特姆斯死亡的另外一个重大诱因 颅骨骨折 这一点怎么解释 针对这一点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 也许阿特姆斯他根本就没有说话 他有可能真的是滑倒了 撞到了头部 导致了颅骨骨折 至于他滑倒的原因 有可能真的是不小心 也有可能是玩这个SM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滑倒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的解释 他为什么只跟警方强调说 是自己不小心滑倒了 而没有说其他的情节 因为那些SM同性恋什么的 确实是难以启齿 尤其是在三十年代 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比较封建 如此一来 阿特姆斯的死也就比较圆满的得到了一种说法 所以说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结合这几点呢 阿特姆斯的死亡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也许阿特姆斯 他的男性同伴 就是那个送他花的落款叫路易斯的那个人 因为这个路易斯呢 显然是一个男性的名字 而他的全名有可能就叫做路易斯唐 因为服务员玛丽曾经看到字条上写下了这个唐的名字 而且在电话里 死者也在跟这个叫唐的人对话 这说明他等的那个朋友就叫唐 而在阿特姆斯死亡之后 这个叫路易斯的又来给他送花 给他下葬 包括那花的卡片上写着永远爱你 这说明这个路易斯 他确实是很喜欢这个死者阿特姆斯 这两个信息一结合 那么当时阿特姆斯在酒店里等的这个唐 可能就是路易斯 所以说这个人的名字应该就叫路易斯唐 他们当时相约在1046房间见面 见面之后 俩人开始缠绵玩他们的特殊癖好 结果一不小心在当天凌晨玩得过火了 发生了意外 这导致了阿特姆斯的身受重伤 路易斯当时肯定非常害怕 可能他也想过要报警 但是又怕受到制裁 毕竟这是他们互相之间玩这种东西引起的 于是他就故意拿起电话听筒 以引起酒店服务员的注意 让他们发现 然后让他们报警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服务员第一次进到房间之后 没有开灯 没有发现阿特姆斯身受重伤 于是后来他又回到房间里 又把电话给拿了下来 再一次把服务员引到了房间里 而这次服务员生气的开灯 终于发现了身受重伤的阿特姆斯 于是赶紧报了警 而这个路易斯堂在看到服务员报警之后 他也放心了 赶紧就逃跑了 而事发之后 路易斯又得知 阿特姆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他的内心应该充满了愧疚 因此才给殡仪馆打电话 让他们找一个好点的目的 后来又以阿特姆斯的身份 给他的母亲卢比女士写信 营造一个阿特姆斯在外面活得好好的 不想回家的假象 为了让卢比女士彻底放心 他又给卢比女士打电话 声称自己叫乔丹 说阿特姆斯在埃及 娶了一个富有的女子 让卢比女士不要担心 那么如此一来 这前后所有的事情 就都能说得通了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 这仅仅只是我们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能够支撑的证据 其实不算多 不过这里面 毫无疑问的有这么几点 我们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 自己尝试着去分析 首先第一点 房间里杯子和电话上的指纹 肯定是属于阿特姆斯的朋友 那个唐 而这个唐的全名 极有可能就像我们推测的 就是路易斯唐 而唐对阿特姆斯的死 极大概率是知情的 这很好理解 阿特姆斯在桌子上留下的字条 可以证明这个朋友的名字 叫唐 而屋子里面有两个水杯 水杯上有别人的指纹 这说明这个朋友 他肯定是来过的 而案发前一天下午4点 服务员听到1046里面 传出了其他男性的声音 在和阿特姆斯对话 这个声音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唐了 所以说这个指纹必定是唐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送花写卡片的那个路易斯 肯定是个男的 最起码99%是个男的 而且就像上一点分析的 他极有可能就是唐 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 他就是个男的呢 因为在之前我们搜集过程当中 发现很多很多的文章当中 胡乱分析 说这路易斯是个女的 说他有可能啊 是阿特姆斯的女朋友 或者有可能是被他甩过的前女友 前女友被甩了很生气 可能就开始雇凶杀人 那当天晚上出现的凯斯林 和那个在酒楼的男子 有可能就是前女友和他雇佣的凶手 其实在这种迷案悬案当中啊 这样的头脑风暴 这样的推理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胡推理就非常可笑了 说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推测呢 为什么就觉得路易斯是个女的 而且有可能是死者的前女友呢 很多这个文章里面说了 说因为水杯和电话上的指纹 警方发现是属于女性的 这怎么可能呢 通过指纹来辨认性别 这个先进的技术 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在30年代 指纹比对都还挺费劲的 怎么可能看出来性别呢 所以说这完全不可能 再有一点很多人感觉 路易斯这个名字是个女人的名字 这完完全全是被一些中文翻译给误导了 因为很多中文翻译 把这个文章里面这个路易斯的名字 写成了露水的露 鱼香肉丝的丝 这看起来确实像是个女孩 但实际上人家是个男的 人家这个路易斯 他的英文名字 全拼拼写出来是L-O-U-I-S 这是一个男性的名字 如果是L-O-U-I-S-E 这才是女性的名字 这才是女性的那个露水的露 那路易斯 不过即便是女性 叫这个名字的也不多 因为经常会被人误认为是男性 因为美国他这名字 软后坠的是女性 硬后坠的是男性 这个路易斯呢 就是硬后坠 所以说这个故事的关键点 其实就是路易斯和唐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是 你会发现这个故事 会变得非常通透 因为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么打电话的 跟阿特姆斯在1046见面的 给葬礼出钱的等等这些人 就会是同一个人 那这个故事就变得很好解释 但遗憾的是 到现在这起案子 已经案发85年了 这个路易斯很可能已经去世了 那这起案子 可能也就永远的被埋在地下了 不过这起案子 虽然发生在30年代 但他最近一次被人提及 却是在2003年 03年 堪萨斯博物馆的约翰霍恩博士 他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 自己家里有一位老人最近去世了 在清理老人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呢 有当年这个阿特姆斯谋杀案的 很多报纸简报 而且 在当年的新闻报道当中 提到的案发现场的某一个东西 居然也在这个盒子里面 当时这个霍恩博士听到之后 赶紧就问 说是什么东西 这个老人叫什么名字 但是没想到 霍恩博士问完之后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再也没有打过来 那这件事也就成为了 有关这起案件的最新的消息了 在这件事之后 1046房间谋杀案 也就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以一起悬案给他画上了句号 这起案子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伙如果感兴趣 有自己的推理 不妨在评论区我们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